應該是放在沖繩 隔了三天後 他說你不沽股票 三天後 他的股票搬去 Standard Charter 我就麻煩了 國際金融大鱷式有借泰 股壇路首都中招 近年股壇又出現新的詐騙手法 一個以美籍猶太人為首的 國際金融大鱷360HK 近一兩年活躍在香港 而超低利率高貸款價值比造招雷 適有一班莫財的股東 以股票做抵押貸款 輔助交出股票之後 股價即時大跌 逼到輔助不斷暴倉 股壇路首黃雲漢 在2016年9月 抵押三千萬股紅毛資源 而一年利息4.5% 借入300萬美元 一個五毛幾一個六 扔到一零幾 就準備和我上升 然後我上升 我上升了 怎麼辦 你沒用的 譬如我給你一億股 你扔到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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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到超過三成 那我要托給你 我要給你三千萬股 你三千萬股又再扔下來 扔下來 我又要補幾千萬股給你 在朋友幫手之下 紅寶資源的股價便托得住 但黃文漢又發現 由托官人托官的抵押股票 竟然被估售 應該是擺在中神的 隔了三天之後 他說你不估股票 只要三天 他的股票搬去 Standard Charter 我就糟糕了 黃文漢在法庭申請禁制令 禁止中神股售他的股票 但是敗訴 在打官司的過程中 黃文漢更加肯定自己重複 簽的時候 有兩個名字 一個是1360 Hong Kong Limited 一個是Hong Kong 360 Limited 香港也有辦公室 辦公室了兩年 是一個Bank of America Tower 我們上去 原來那是一個空置 空置了三年幾四年 根據條款 黃文漢開約3月看 提早90天通知 要求提早還款 取回股票 但是忠臣拒絕要求 360HK的負責人也都人間蒸發 自去年底 紅寶資源的股價已經急升超過三倍 當日抵押的股票市值已經由四千多萬 升到近兩億 360HK在背後出出入入 一定大有斬莫 饮恨的是一班苦主 有得看 莫得賺